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姐妹們平安 平安 剛剛在樓上跟小朋友們講神的智慧 很開心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不知道他們開不開心 下來就看這個很沉重的魔鬼的故事 所以我們來禱告 求主給我們力量給我們智慧 來聽祂的話也來行祂的道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在祢面前謝謝祢 祢戰勝了魔鬼 祢戰勝了這一切的引誘 祢今天聖靈也充滿我們 讓我們帶我們回到那個場景 帶我們回到那一天 祢得勝的那一天 也讓我們每一天重組祢的聖靈 重組祢的話語的力量的剛強 能夠勝過魔鬼各樣的試探和引誘 禱告奉耶穌的名 阿們 昨晚我在預備的時候 我就把獎章通常在星期六晚上再把它整理一次 預備一次 就越預備就心情越沉重 我也知道我 我有抑鬱症以前 常有抑鬱症這個問題 但抑鬱症的問題徵兆就是我唱歌唱完還是很抑鬱 但昨晚我就開始唱詩歌唱完就喜樂 就感受到這的確是魔鬼的可能是一種壓力吧 或者屬靈征戰 他並不喜歡我談這些事情 談他失敗的事情 在這個魔鬼的試探 我們今天看到第三個試探 他的確是一個很厲害的試探者 我們剛才讀完了 他這個我用稱為是最終極的試探 這個是最赤裸裸的交易 他前面兩個試探都是拐彎抹角的 繞過來繞過去想要把耶穌trap住 這個試探是他看完前面兩個試探都沒用 他直接很赤裸裸的交易 我們來談比生意吧 他也不引用聖經了 他不再引用聖經 知道聖經不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信聖經 他雖然用聖經 可是他不信聖經 所以聖經不好用 不信聖經的人用聖經總是便扭 所以他也不用聖經了 魔鬼就直接出招 我們談比生意吧 我把萬國的榮華都給你看 你呢 你拜我 我就把這一切都歸給你 一切都給你 你要的我有 我要的你有 我們來做比生意吧 我們都有一個終極我們要的東西 我們每個人在地上 都有一個東西 也許我們是覺得值得付出一切來換的 可能你還不太清楚 有的人是很清楚的 有的人是不太清楚的 到底要什麼 但耶穌很清楚他要什麼 他在地上來的一個終極目的 是得到這個世界 在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因為神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耶穌來的他有一個終極目的 他要拯救這個世界 他愛這個世界 魔鬼說這是你要的 我可以給你 魔鬼說我也有我要的 就是你跟我下拜 我當大哥你當小弟 你要什麼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的終極目的是什麼 我這輩子 什麼都不要就要 有沒有 有人很迷惑 有人有微笑 我這輩子什麼都不要就要 我這輩子什麼都不要就要 可能每個人不太一樣 但我們可能都有一個終極我要的東西 魔鬼說我跟你換要不要 有些東西是能換 有些東西是不能換 對吧 我們也知道 這個房子可以換 車子可以換 老婆能不能換 有人覺得可以可以換一個 老公能不能換 換了換了我早就想換了 有人說不行不行這個是不能換的 孩子不能換 或者有人甚至也說 我也想換一個這個 還是張家的小民比較聰明 這個笨兒子真是 有些東西我們知道是不能換的 我絕對不會換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可以換的 Let's trade 我們做筆生意吧 魔鬼他的終極目的 在舊約很清楚 在以赛亞書十四章 這邊談到說 我不全部念了 這個有一個比喻說 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他要升到天上 他要把他的寶座高舉在重心之上 以西結書二十八章十四節說 他原來是遮掩約貴的紀錄伯 他十六節說 他貿易很多 就被強暴的事充滿 貿易很多 魔鬼一直在做交易 他一直是一個trader 他一直在做交易 我們的人生 很多時候可能也是 但是 但是耶穌來到地上 他的終極目的 卻不是用交易換來的 他是用愛把他负回來 魔鬼對這個世界並不愛 他只想要用交易 用世界當籌碼 跟耶穌交易 換他要的東西 所以耶穌的這個試探 是背叛附上帝的試探 這是一個他最終極的試探 你如果一個決定能夠救全世界 能夠得到全世界 但是你需要背叛你的父親 這真的也是我們所謂的天人交戰 如果全世界跟父親 你感受到這個交易的壓力沒有 感受到沒有 我們都有父親 用父親換全世界 用全世界換父親 當然如果你的父親是拋棄你的父親 你覺得當然早就換了 但你在想像一個正常的情形下 這筆交易 魔鬼真的是赤裸裸的交易 這真的沒有什麼別的好談的 就是一筆交易 這個試探是在詩篇十六篇第二節裡頭的 最後耶穌的決定是這個決定 當然他沒有直接引用這節經文 但所有愛主的人 他有一個這個心常心智 是說我的心啊 你曾對耶和華說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處 不在你以外 也就是 我在你以外 所有的東西我都不要 我要的是在你給我的一切 這個世界若不是上帝給我的 我也不要 所以耶穌當然很清楚 我不知道這個試探的結果 他很清楚地 決定了這個試探的 這筆交易是 我是不做的 這個世界本來是好的 榮華富貴也本身不是壞事 但在上帝以外的好 都會成為不好 這是耶穌很清楚的 在上帝之外的好 就是得了這個世界也不好 因為上帝是好的本體 好的源頭 離開了上帝的好 最終都被潰敗 都被腐爛 愛情一切都是這樣 一切離開了上帝的愛 都成為交易 所以交易是魔鬼最明白的一個東西 而基督徒是 在魔鬼來看是一個最笨的一群人 我們是不懂交易的 因為我剛才也說到 連愛都是可以拿來交易的 到底什麼是愛 到底什麼是愛 愛不過就是一筆交易 你給我 我要的 我給你 你要的 婚姻的愛不過也不是如此 至少在魔鬼的眼中就是如此 什麼是愛 就是我很喜歡你愛我的方式 所以我愛你 它是一個交易 至少在魔鬼的眼中 什麼都是可以交易的 性也不過就是交易 愛情裡面 在魔鬼的眼中我這麼說 在魔鬼眼中也不過是一筆 長期的性交易 什麼是愛 不過就是你給我我要的 我要給你你要的 這個愛來愛去 最後還是要看 要不要嫁給你 還是要看你有沒有房子 有沒有車子 有沒有條件娶我 對不對 愛哪裡 我上次也談過 愛情怎麼能當面包呢 魔鬼 在魔鬼的赤裸裸的交易裡面 沒有東西叫做愛 愛 愛不過就是另一種的交易 另一種的金錢而已 而且魔鬼這筆交易也挺不錯的 老實講 它的條件說是你跪拜我 它這希臘文的原文的動詞時態 是短暫的未完成過去式 也就是你只要拜一下就好 魔鬼說什麼呢 就是我也知道耶穌你不會長期拜我 我也知道你不可能把你的靈魂賣給我 我也知道耶穌你是上帝 你不可能一輩子稱我當老大 就這一次拜我一次就好 Just once 你說你輸了 你認輸 我贏 你對我尊敬一下 表達尊敬一下 這樣就好了 你爸還是可以留著還是你爸 我也不要你父子斷絕關係 這筆交易 你如果腐腐拜我 這希臘文就是一個簡單的一次性的 你就是拜我這一次 這生意好不好 魔鬼你也知道魔鬼做出最大讓步了對吧 這個它的生意最大底線 你去買車買房 最後negotiate價錢 弄到最後這個車商說 這是最低底線 這是我們這個 魔鬼說這是我最低條件 你你拜我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用最小的代價 這是世界上的生意人 用最小的代價 換最大的成就 是不是 耶穌算是最小的代價了 只拜一次換全世界 用最小的代價 換最大的成就 這個是世界上所有生意人 我們都知道的一個 各地有 這種好機會 是一輩子難求的 耶穌你就投降吧 投降這一次 簽名投降就好了 一次就好 但是上帝在做事情 剛好是相反 他是用最大的代價 換最小的成就 魔鬼的方法 是用最小的代價 換最大的成就 上帝方法是用最大的代價 換最小的成就 你看他兒子來做什麼 付出了他的生命 換什麼 換幾隻小羊 他甚至講一個比喻 如果有一百隻羊 九十九隻還在 有一隻迷失 他會什麼 他會把九十九隻放下去 找那一隻 他還做了其他的故事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做什麼 他跑到 他以後馬太夫音會看 他跑到另一個地區 有一個人被鬼付對吧 結果那個鬼就 被趕到豬身上 那個豬就通通投到海裡去 就死了 一群豬都死了 那一群豬很貴 以後我們會來看那個經文 一群豬不少錢 他損失了一群豬 就一個人 上帝是用最大的代價 換最小的報酬 是一個很笨的生意人 在路加福音的浪子回頭的故事 真正浪費的 不是兒子 是父親 這是提摩泰凱勒那本書 也提到的 真正的浪費的 不是兒子 是父親 居然還讓他回來當兒子 他本來回來當故宮的 回來讓他戴戒指 戒指不是拿來結婚用 戒指是當時做生意的時候 蓋章用的 是蓋章用的 是希友 他回來當老闆了 你會不會讓你離家出手的兒子 才回家就當老闆 把你銀行帳號都給他 你至少考驗一下 對吧 他是不是真悔改 他還給他開party 然後讓他悔改 這一位浪費的父親 他把最大的資源 換一個最小的報酬 在哥林多前書說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滅亡的人 為stupid 愚拙 但我們得救的人 卻為上帝的大能 十字架是很笨的一個事情 上帝的兒子死在上面 才救了多少人 魔鬼本來要通通都給你了 對吧 通通都給你 結果你救了多少人 不過就算使徒行賺那天有三千人好了 五千人信主 也不過才幾千人 是一個最大的損失 最不划算的生意 所以魔鬼來做這筆生意 其實他跟耶穌講白了 我們來做生意吧 你要的是這個 我要的是那個 我們換一下 Let's trade 耶穌不要 在這個試探中 我們開始慢慢 我希望你開始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了 在這個試探中 我們發現我們也在被試探 我是聰明的生意人 還是笨蛋 按照上帝生活的人 耶穌選擇的是笨蛋的生活 馬太福音第五章 會跟你講有一種笨蛋 叫做登山寶訓 他們又虛心又哀痛又溫柔 又連續人 這群笨蛋 溫柔的人怎麼會得地圖 當然是厲害的人才得地圖 怎麼會有這群笨蛋 但耶穌是笨蛋 我印象很深 我大概在大三的時候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在讀神學 在拿希臘文 晚上做希臘文的作業 大概寫報告 在圖書館很晚回家 走出圖書館時 腦海中出現一個意念 我想是魔鬼的試探 我想是 有一個意念出現說 你不要讀這個了 我把一整條街都給你 年輕的生命拿來浪費 讀希臘文有什麼用 好好的賺錢 我把一整條街都給你 我第一次感受到 那個試探的真實 有一個強烈的意念 那時候腦海中浮現了 一整條街裡面 所有的商店 所有的房子 都是我的 的那個感受很強烈 不要讀神學 不要讀希臘文 好好去做生意賺錢 我要祝福你 感謝主保守 主是聖靈保守我的 這個心懷意念 是我拒絕了當時這個試探 但這個試探是真實的 我們所有要跟隨耶穌的人 都要面對 同樣的耶穌婆 面對的這個試探 馬太福音第四章 所有所談的 是他後面所有教導的 核心和根基 耶穌若沒有勝過這個試探 他後面所有的教導 都是空化 後面整個馬太福音都是空化 但就是他勝過這個試探 這是一個很赤裸裸 真實的試探 他不是一個 Not so sure 會不會得到 他真的是給你這樣的試探 在一念之間的試探 一個決定的試探 決定一身方向的試探 我想你可能都經歷過吧 我想我們在座的人 多少都有碰到 這樣子層面的試探 是做聰明人 還是做笨蛋的試探 是走世界的道路 還是走上帝的道路的試探 這是耶穌碰到的試探 第二我們要看到 看到耶穌的試探的本質之後 我們要看到這個魔鬼的鬼詐 你要知道這個試探的鬼詐呢 是魔鬼本身是說謊的 他的交易都是不真實的 所以這個試探呢 其實是所謂歷史上 最大的詐騙事件 The biggest scammer 我天天電話都會收到 說我最近又可以得到什麼 Social security insurance 我又得到了什麼 有good deal for car insurance car warranty 天天都有電話 有good deal要給我 可是耶穌這個試探呢 是歷史上最大的詐騙事件 你再仔細想一想 魔鬼會不會真的把世界 真的交給他 這個世界其實第一個 首先本來就是主耶穌的 萬有靠他而立 若不是耶穌拖住魔鬼讓他活 魔鬼連活都活不下去 所以這個詐騙事件呢 再來呢是魔鬼 他是非法佔領這個世界 然後再來跟耶穌換 怎麼叫做非法佔領 再跟你換呢 就是有人把你的車偷走了 兩個禮拜後他會來找你說 我這個車便宜賣給你好不好 你看這是我的車 就是我兩個禮拜前掉的車 流氓還說good deal for you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詐騙強盜事件 所以千萬要記得 魔鬼在跟你試探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誠實 同手無欺的生意人 他絕對是最大的罪犯 他來跟你做生意 問你要不要做這筆交易 這是真正的流氓強盜行径 你想要你的東西嗎 我可以還給你 但你出一個我要的價錢 但魔鬼的確是強占了 他的確是 他的確在這世界上 有他的勢力跟他的武力 上帝所給他的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 強盜搶的東西 拿來跟你換 在以福所述二章二節 也跟我們說 那是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 運行的邪靈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 放縱肉體的私欲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一樣 這邊告訴我們魔鬼 他的地上的確有他的視力範圍 有他的影響力 他的確可以讓人聽他的 按著人所欲望的 他可以操控人 哥羅西書一章十三節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 把我們牽到他愛子的國裡 也就是這個地上的國 的確是給他的 的確是給他佔了 他的確有權勢 哥林多前書五章五節說 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旦 敗壞他的肉體 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日子 也許可以得救 也就是什麼叫把這樣的人交給撒旦 也就是在哥林多教會 所以有一個犯罪的人 娶了他繼母的人 保羅說交給撒旦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他趕出教會 回到這個世界 黑暗的權勢的國度裡面去 所以這個魔鬼的確是 佔領了這個世界 可是他的這筆交易 絕對是詐騙 他絕對不是一個真實的交易 耶穌在跪完之後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想像 耶穌那天真的跪下去了 被騙了 這麼好騙的耶穌 一定是地獄歡呼對吧 整個地獄的魔鬼歡呼 我們贏了 傻瓜耶穌上當 被全世界最大的詐騙案給騙了 魔鬼哪會把世界交給他 這不過是騙你的 而且耶穌在山上看的是幻影 對吧 他帶到山上去看的是幻影 看到世界所有的榮華富貴 不過是幻影 這個魔鬼不但是賣髒物給你 他偷來的東西 賣髒物交錢 你交錢的時候他還不交貨 就是問題在這兒 他不交貨 你以為你買了一貨櫃的貨 結果一打開貨櫃是空的 他是幻影 魔鬼給的是這個世界的幻影 你知道跟強盜交易呢 是叫做與虎謀皮對吧 你看過這些黑社會的電影 你跟黑社會老大買軍火買毒品 你要怎麼買 都是兩邊都是帶著人馬對吧 都是帶著槍 就怕我給錢你不給貨 或者是你給的貨是假貨 或者你給的是假鈔 所以兩邊都是知道不可以上當 不要被騙 兩邊都是壞人 所以你跟壞人做生意 怎麼可能他會簡簡單的 把這個貨交給你 所以這筆交易 大部分人都以為魔鬼給我們的試探是真實的 問題就在這裡 試探都是假的 不是都是假 他給你的貨都是假的 試探是真實的 可是那個貨是假貨 他還說要給你